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早呼神》 今天络节目日子是2021年6月24日 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堂仰,还有社长Ray敏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了网上编辑部、正向部和浪冷气 继续装大纵拿无色的力量 好了,这节目就要讲讲西媒 如何报道有关中国疫苗的消息 其实主子就是说中国疫苗可能不是很有效 他们都很聪明的,他们就写可能 可能 可能 不是很有效 真实情况是否这样呢?我们都要讲一讲 首先讲一讲他的报道 他的报道就是这样写的 由蒙古到塞舌尔 获得中国疫苗之后新冠病毒并未允许 蒙古第一个就是,蒙古就向人民承诺 有一个保身官的夏天 巴林,即Bahrain是中东的,就表示恢复正常生活 那塞舌尔就是一个小岛国 应该就是在印度洋、东非那些地方 是,没错 就着眼于重启他们的经济 那这三个国家是一定程度上 都是既忙于中国疫苗啦 因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 只有中国疫苗而已 只有中国疫苗而已 最低得分 但是呢 有个问题出现了 就是这三个国家就没有摆脱到新冠 反而感染激增就很厉害 那现在西媒当然是这么说 说中国去年又搞疫苗外交啦 那承诺提供安全有效的疫苗 来预防新冠肺炎重症病例 当时呢 都不是确定它和其他疫苗在压制传播方面有多成功的 那现在很多国家的例子表明呢 有些人说的 就是中国疫苗在阻止病毒传播方面 可能不是很有效 尤其是新变种 但是疫苗不是用来阻止病毒传播的 防止你疼病 防止你重病 重病啊 是啊 所以 喂 你是不是说错了啊 这个西媒 喂 它一样会继续传播的 病毒是 只不过你会受的伤害没那么大 这样的意思而已 是啊 你在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中间 那个病毒是继续传播的 是啊 其实 美国的接种率都算高啊 虽然现在慢了一些 但是 都一样有成 每天都有成万几单确诊 那你可不可以说 美国那个疫苗不行呢 对不对 但是他们有讲法的 他们那个讲法 稍后再讲一讲他们的讲法先 好 这个西媒就这么说的 他就用 这些数据来看呢 这个 塞舌尔呢 至尼巴林蒙古 其实 50%到68%的人口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 覆盖率是超过美国的 那么 根据回 某份报纸的数据啦 截至上个礼拜呢 这些四个国家呢 都是栽生于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十个国家之列 而这四个国家呢 主要就是 使用中国疫苗制造商 国药和科兴生产的疫苗 那么他就找了一个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 金东雁 他就说 如果疫苗是够好的 我们就不应该看到这种模式 这个专家讲的 但是我也不同意他的讲法 因为中国 一直都是讲呢 你打完疫苗之后呢 都是要继续戴口罩去阻断这个传播 而有些地方呢 他以为打了疫苗呢 就不会传播的 这个问题是 因为 问题是他们打完疫苗之后 是不是就立刻不戴口罩啊 脱衣服就四处走啊 是不是这样啊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了 那么 他说 中国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香港大学病毒学家 金东雁的说法 西梅引述 他有没有这么说 我不知道 当他有说 因为如果他没有说 会出来澄清 中国有责任 其实全世界都有责任的 我个人认为是全人类的责任来的 这个是全人类的责任来的 是啊 现在报道是这么说的 科学家就不确定 为什么一些接种疫苗 相对较高的地方 正在遭受新的疫情 变种过早放松的社会防污措施 还有 只是接种一剂之后 调以轻心的行为 都是可能的因素 是的 但是突破性感染 会产生持久的效果 他们这么说 就是 可能怕 如果全部都更厉害 就会再变种变得更厉害 那现在 现在美国的说法 现在西媒的说法 在美国 大约45%的人口接种了疫苗 大部分接种的是 辉瑞、BioNTech 和莫德纳、莫德纳生产的疫苗 病例数呢 就在6个月之内下降了94% 那么 以色列呢 就供应辉瑞疫苗的 就是BioNTech疫苗的 接种疫苗的 比率呢 就是世界第二位 是仅次于 塞舌尔 嗯 那么 以色列每100万人中 新确诊的新冠 现在大概是 4.95 就是每100万人 不够5个人 好少啊 好低啊 那么在主要依赖这个国药的 塞舌尔的这个数字 就超过每100万人 716例 嗯 那么 这个呢 这样比较 我自己觉得不适合 为什么呢 以色列整个社会的 卫生条件啊 居住环境啊 会比塞舌尔好 肯定是 还有 入境的人数 还有周边的地区 人口的交集 我认为在以色列就 不应该会像塞舌尔那么高 就是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到的 我只是说 当然西媒不会这么报 他没有写的 他当然不会写的 比较的数字 只是比较数字呢 都是看到有些问题 不过 他们有个 挺聪明的地方 他们就找了一些 国家的发言人来说 这种呢 都是 这个中国疫苗台 待会我们会再说的 那现在可以 否则一下 他们的说法呢 就是 这些差异 可能会导致 世界疫情之后 分为三组国家 第一种 利用各种资源 获得辉瑞 和莫德鸭疫苗的富裕国家 第二个就是 不够疫苗为大多数公盟进行 免费接种的较贫穷国家 和那些完全接种 但是疫苗效力不够的国家 他是这样说的 那中国和接种了中国疫苗的九十几个国家 最终可能会被排在第三组 这个就是西媒的说法 就是那些完全接种 但是疫苗效力不充分的国家 但是他这个分法我认为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西方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他们是有 辉瑞 或者莫德鸭疫苗的富裕国家 这些是他是事实的 但是 他们的接种率是不够高的 那中国的情况会很不同 中国的情况呢 接种率是可以去到很高的 这个趋势是 不会停下来的 是会继续上去的 我认为 中国应该 根据现在的速度来说 9月10月已经会打齐了所有人 而接种率是 会去到九成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就完全走出疫情的了 那现在 有很多地方 这个是西末港 就质疑中国疫苗的有效性 那有这些质疑的话呢 说服一些未接种疫苗的人 去接种疫苗 就会变得更困难 但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地方 塞舌尔 其实他们的那个疫苗接种率呢 是去到百分之六十八的 但是六十八都不到那个群体免疫的数字 所以有人继续感染是很正常的 不过当然了 这个数字 是在说一剂还是两剂 我相信就是部分是一剂 报道没有说的 只是单单就是一个数字 六十八个百分之的了 但是他们没有说清楚一样东西 就是塞舌尔呢 不是单单是打国药的 百分之五十七的人是打国药疫苗 百分之四十三打的是阿斯利康 哦 他又不说阿斯利康呢? 是啊 因为这份西媒其实是美媒来的嘛 哈哈 阿斯利康是不存在的 哦也是啊 因为他还没批评 那他当然说是塞舌尔是依赖国药 因为国药是佔比是多一点 是五十三比四十七的 就是比一半有多的 根据我看到的数字就是 不过当然了 他这个数字究竟之后会怎样呢? 我不清楚之后会变成怎样 我们会密切再留意的 那么他当然会找些例子出来 我们接受了第二剂国药一个月之后呢 一个人就病了 那么新冠检测的时候就阳性 那么这个阿哥呢就在蒙古的 那么他就说他质疑这个疫苗是没有用的 是 但其实中国一直都讲的 一样东西 你打了疫苗都要继续戴口罩的 他有没有做先? 他没有了当然 他当然是没有防御措施了 就是好像打了疫苗之后无敌一样 那是死定的 如果你打了疫苗之后 当自己是无敌的话呢 那是没得救的 还有哦 他也没有说到究竟这个人是 轻症还是重症的 只是说他睡在医院9天 他住在医院9天 可能他很轻松的 也不奇怪的 或者那个医院就是临时医院来的 说些不说些 是啊 西媒就是这样的 现在当然他还要说 中国是将这个疫苗外交 视为一个机会 令到中国在这次疫情里面 成为更有影响力的全球大国 那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先生呢 就是承诺向全世界几百万人 其实不是几百万人 是几亿人 是几亿人提供 易于储存和运输的中国疫苗 那习先生当然是早就说了 这个是全球公共产品来的 晨早就说了的 西媒西方国家 就个个就抱着疫苗 说要自己打着 那抱着都算了 还要大家互相争夺 是啊 有些发达国家 粗粗埋卖 给他们当地人口超过几倍的 疫苗数量 但是没有人打 但是没有人打 他们现在是 就是生人霸死地的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是 没错 就是有很多人应该打疫苗 但是他不打 但是就霸着疫苗 接着就指责其他国家 哇 喂 你不断扔了疫苗去发展中国家 哇 又说 有这样很厉害的承诺 是啊 那 为什么西方国家又不批评一下 又不去做的呢 现在反而就指责中国的呢 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有很多国家拿了中国的疫苗之后 他没有继续保持抗疫的措施 这件事很重要 他们很多时候就觉得 哇 有疫苗就无敌的了 这样就死定了 这个是 你如果不是接种到八九成的话 你不可能和别人说你是无敌的 是 那当然 蒙古现在的情况就是 拿了几百万支国药疫苗 那就狂打了 是不是 打完之后 他们是立刻放宽了生活限制 但是他们其实只有52%的人口 是接种了疫苗的 在星期日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新增感染病例的数字 是很客人的 2400单 是一个月前的4倍 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 你根本都没打齐的时候 没打齐疫苗 你就放松了 但是 其实就是灾难性的 是不是那个宣传不足 还是说 根本就 当地的人根本都不在乎呢 这个就是 中国疫苗 他面对的问题 因为中国疫苗 主要是给一些 穷国家 这个是事实 因为义与运送 是 义与运送 但是 他给了穷国家 穷国家 自己都有问题 当然 管治问题 还有基建问题 还有其他的 贪腐问题 在有这些 不同问题的地方 很可能 他打了一支疫苗 其实没有打 偷了去黑市买 都有 我不是说 蒙古一定会有人敢做 但是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个腐败的地方 就是 偷了一些疫苗 再扮 扮了一针 再拿去黑市买 这些根本 在印度都出现过 是不是 是啊 你说印度出现过 蒙古不会 我就不信 现在当然 西门其实是针对 国药和科兴的防御力 当然 中国外交部都反击了 外交部就说 最近的疫情 和疫苗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某些国家的疫苗接种率 是未达到足以防止疫情爆发的水平 各国是需要继续实施防控 而那些国家太早放宽了所有措施 是太早 中国外交部就说 有关报告和数据是表明 很多用了中国疫苗的国家都表示 疫苗是安全可靠的 在防疫工作里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中国还强调一件事 疫苗是针对的重症 就是救人的 而不是传播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重点就是说这件事 是保命的 不是阻断那个传播 是阻断不了的 阻断不了的 是啊 其实现在都没有哪种疫苗 是可以完全防止传播的 没有的 没有一种是可以的 人家接种了都有可能会患病的 但是 他们现在针对的就是 中国疫苗相对较低的有效率 他们说这件事已经被确定为 最近疫情爆发的一个可能原因 但是这件事是上色来的 就是搞错了 是搞错了 现在中国疫苗一直都是针对重症 不是传播嘛 所以一直给国民的指引 都是打完疫苗 都不能够不戴口罩的 都不能够群聚的 是尽量不好的 当然是 有些情况没有办法 就是你要聚在一起 都没办法的 那现在 美国人就不断强调一件事 就是辉瑞和莫德纳的疫苗 有效率就超过90% 那他们那个疫苗 是不是在 那些阻断传播会好一点点呢 看起来是 就是你看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情况 你看起来是 但是其实有其他因素 我认为 在美国和以色列到现在都是 不是整个国家都是重新回复正常的 到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家里做事 那些的 防疫措施 很多人都还有跟着做的 是啊 那不是相信疫苗的嘛 没错 就好像新西兰那样 接种的人数很低 但是感染的人数也都低 比起很多国家 那 我可不可以代表 说不用打都可以呢 那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哈哈 接着就要继续讲了 阿斯利康 强生 就是Johnson & Johnson 那只Johnson 那这些疫苗的有效率大概是70% 那这份 报道呢 有一件事很离谱的 就是他将国药 国药他就说 国药有效率是48.1% 科兴的有效率是51% 但是呢 这两个有效率其实不是一样的 就是不是 在说同一样的有效率来的 科兴对于重症的有效率是90%多 嗯 那当然了 就是他们现在就要继续屈了 就说这些中国公司 就是国药和科兴 就未公布临床数据 那就显示不到他们在 预防传播方面的效果 那星期一的时候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家 邵一鸣就表示 中国需要为八成至八成半的人口 全面接种疫苗 去实体群体免疫 那修正了之前官方估计的70% 那我认为这个数目 可能要再提高一些去到90% 才可以真正做到群体免疫的 这个和那个疫苗的 有效率的关系不大 还要说一样东西 就是他特意将国药和科兴 是显示到有一个差别的 为什么呢? 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扼握的 其实西方很明显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你在香港 你们只有科兴 你们里面有些人说要打国药 因为写这篇东西的人 其实是一个唐人来的 这篇西媒的报道是一个唐人写的 那他当然知道 咦?有些内部矛盾 就是你香港有些蓝丝 又说不打科兴要打国药 一定要逼特区政府去买国药 让特区政府买国药回来 这些矛盾 某程度上我认为是一些西媒制造出来 这些谣言根本都是西方可能是制造出来 在一些蓝丝群组那里传播 就说国药是特工的 科兴是不行的 特区政府买科兴是垃圾 是有很多人传这些东西的 其实到现在也是 很多短视频都是 我现在最新看到有个短视频在微信中传的 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提供中国的疫苗 也有提供西方的疫苗 在同一个场地 左边就是西方的疫苗 右边就是中国的疫苗 左边就有很多凳凳 右边的凳凳就坐满了 然后就显示出 你看中国的疫苗 马来西亚非常受欢迎 老实说 这个视频我就没办法核实的 而且这种这样的视频 就对抗疫毫无帮助的 是没帮助的 不如马来西亚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都是打中国疫苗的 他是打科兴的 第一针就是Sinovac 就是科兴 那抹黑科兴的人 其实我觉得是很可耻的 我自己操钱的看法就是 因为你不可能又买科兴又买国药的 就是这种采购方式是不合理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技术是一致 其实那个保护率应该都是累近的 就不是好像西媒那样报导 哇 国药有78.1% 科兴只有51% 就不是这样 因为科兴的数据 在有些地方做出来是可以去到八十几九十的 哦 是的 有些地方是很高的 出来的效果 实际上那个预防重症的效果是很高的 那当然啦 西媒那样是扮了什么 又说打了电话去国药 没有回应 接着打了科兴又没有回应 几点打啊 半月三间打给人啊 是不是 哎 不会应该 就是他们那个时间就是下午 哈哈哈 打给人的时候其实就是晚上 是不是这样啊 是啊 但是大家要记清楚 要认清楚一样东西 就是现在西方呢 就是会咀这个中国疫苗的了 不停这样就有的 是啊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短视频 就会拿出来 拿出来 就是现在网上就 经常就传这些东西了 就是有心制造 这个虚偽的舆论效果 所以其实我从来都不会看什么短视频 尤其是讲到关于哪个疫苗好 哪个疫苗差 这些这样的视频 老实说毫无意义 是啊 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要讲回最后了 总结一下 其实呢 有打中国疫苗的地方呢 还有国家呢 其实都很支持中国疫苗的 蒙古 巴林 都是捍卫 国药疫苗的 还有塞斯伊 他们出来都是讲 国药疫苗 没问题 预防重症非常有效 而且蒙古还出来讲了先 因为呢 蒙古呢 是因为开放的速度太快了 很多人只是打了一针 就以为有效 慶祝得太早了 解释了 是的 就是西梅以为撿到宝 哇 你这么多人感染的 肯定你国药不行了 是啊 巴林还要讲 巴林 巴林推广的疫苗 到目前为止是高效和成功的 那当然了 有一个国家就叫做新加坡 那他就 当然要讲一讲西方爱听的说话 那他们那个医药服务总监 麦石威 Kenneth Mack 就出来说 科兴真的有问题 实际上 就是他们是 直接是 对科兴疫苗提出一些质疑 说麻烦斐瑞士 我们是给你打科兴 但是 它有效程度 我们是有质疑的 其实大家要认清楚一件事 就是世卫已经批了科兴的紧急使用 批了之后 根本就没有必要再继续质疑下去 你以为世卫乱批的 可以随时收买到的 那现在世卫的说法就是 喂 可能 百分之五十一有效 就是现在有些报道是这么说 我自己就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这些数字是很多 是报出来的 大家认清楚一件事 如果科兴真的不够有效的 其实现在 还有一个可行的做法 就是打多一针 就是打三针 打三针 是呀 这件事是在谈的 现在 如果是有需要的话 就打多一针咯 有什么问题 好险的 好险的事 是不是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差不多了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 回来会再讲其他话题 就这样先拜拜 拜拜